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心说 PHP 什么叫动态语言的特征 比如说 咱们平时在使用函数的时候 经常会这么做 一个函数 比如说 Demo 对吧 里边我们输出 一行一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函数 对不对 那我们什么叫动态处理呢 就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变量 FUN等于Demo 这是不是一个变量函数啊 我把函数 记住了 我把函数干嘛 换几个函数名换成别的 那我调用的时候 FUN加过号 调的就是 这个字无串代表哪个函数名 那我们调的就是哪个函数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一种动态的行为 对吧 那这种动态的行为 你看不加名字空间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 那加上名字空间的时候 这样可以用了吗 比如说 Name Space 名字空间 比如说 Maze 是不是加了名字空间了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了吗 不可以 这就不可以了 而不是这种动态的调用的 不是这种动态调用的 这样的情况 直接调用Demo 可不可以 是不是可以啊 是不是相当于这块 非限定的一个名字空间 是不是直接找到这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块 是不是可以的 但是这种动态的 就是把函数名给一个变量 形成这种变量函数的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用不了了 对不对 那怎么能让我们使用 怎么能让我们使用 记着 像这种情况 我们就必须写上什么 完全限定名称 什么叫完全限定名称 就要写上 把全这都跟上 才可以 才认这种方式 那怎么叫前阵性跟上 斜线 妹子 斜线 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出于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必须得这么多 对吧 动态的 那在这种动态的情况下 我们前面 限定性名称和完全限定名称是几个意思 他都可以找到 按这个目标去找 你看这样也是可以的 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这个动态的话 不一定会得加上这个 对吧 但是加上更好理解 对不对 也不用记这个区别了 那这个函数是这样的 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 你看类是这样 你看这是函数 那类我们怎么办呢 比如这是类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把类名付给变量 拥有这类名 然后这个变量是哪个类名 我们就创建哪个类的对象 是不是也是一种动态的感觉 动态变化的感觉 所以这种情况 类名如果有名字付捏 是不是也得加上限定名称 对吧 那常量 如果我们直接输出也可以的 但是如果常量 我们用这个含顺输出 用一个字无串的常量名 对吧 那这个名称换成是哪个常量名 是我们就输出哪常量名 也是一种动态变化输出的一种情况 那这些都得加上什么 限定定名称 那就像下边举例子一样 你看是不是都得加 但是加不加斜杠 是不是都一样的 就能理解了吧 对于这种变化的记者 什么函数有变量函数 对吧 类可以把类名付给变量 直接用这个变量 其实这个前面我们用过 比如说咱们写图形计算器的时候 是不是用过 对吧 常量的时候 直接可以输出 但是如果用它组合出常量名 在输出的情况下 变成字无串的 也得这样用 好吧 在这概念 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有这样用的时候 名字图形包吼式的怎么办 用限定性名称去做 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Name7的关键字和什么 一个磨速常量 记不记得咱前面看磨速常量的时候 有一个名字空间磨速常量 咱还没说呢 这会出现了 那这个磨速常量代表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个留着吧 你看 你看我直接输出杠杠 Name记者大小写 S P A C E杠杠下方线的时候 输出是什么呢 对 就是名字空间 来我们看一下 是妹子 如果带子名字空间的 鞋杠漂亮 它就代表什么 这写错了 鞋杠都写怎么的 写反了对不对 这名字漂亮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在组合字乎串的时候 用上这个 是不是名字空间在改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调程序了 再比如说 刚才那个代码 这块 大老佛 F1等于 等于什么呀 看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输出结果 是不是这个字乎串啊 我们正常写的 是不是必须写全称 还记得吧 全称我们怎么写的 妹子 斜线 漂亮 斜线 什么 呃 代摩 是不是这么做 然后掉F1 括号的时候 我们才能调到代摩 嗯 是不是这样的 调的时候 才能调到代摩 对吧 但是现在我如果把名字空间改了 嗯 名字空间改了 我得干嘛 这个空间改 对 是不是下边这也得改啊 嗯 但是但是记住啊 这块如果双眼号的话 你看一下啊 这没问题对不对 但是双眼号里边记住 有的时候这个斜线是有转移的功能的 明白的意思吧 啊 你要注意这些符号啊 所以尽量用戴上 把那斜刚才是什么的 是不是就是换行了之类的 就会有问题啊 然后你看我们如果把这名字空间这块换掉 换成什么呢 啊 换成 杠杠 n a m p s p a c u 杠杠 它是不是代表这个名字潜退的 这种动态表 必须用的时候 嗯 那现在 我们看一下能够处理结果 这块 哎 这块果然 啊 啊 嗯 错误解析 自我错 常量自我错 这样的 啊 哇 是少了连接符号 连接符号 嗯 关心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这样的话我们再改 比如说妹子 我变成什么 Hello 谁个 word 这样的时候 你看我们程轩 是不是太一遍了 嗯 那如果在不声明这个的时候 你看不声明的时候 那这个自我错就是空自我错 对吧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有了这个是不是帮助很大啊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个常量 看到了吗 这里边我们有这样的例子去举例 好吧 还有 关键字 name space 这个 它 这是一个关键字 前面咱们是不是一直用这个关键字 来声明名字空间用啊 嗯 是不是声明名字空间用啊 那现在它又有新的用途 不光是声明名字空间用 它还可以干什么 可以用来显示 不对啊 词你看好了 是name 这话name space 看到这个词跟那个是一样的 注意一下这个啊 可以用来显示访问当前名字空间或子名空间的元素 它等价于塞尔 就默认当前的这个 词号 比如说 我们这话 调用 嗯 我想调用谁啊 小时候保存一下啊 比如说 我这去掉 这干净咱们刚才name space 那咱们已经了解了吧 对 对吧 比如说我想调用demo 我这么调用可不可以啊 可以 是不可以啊 嗯 我再怎么调用可以啊 使用 hello hello 下边的 word 下边的demo 是不是这样也可以 嗯 我们再运行一下 是不可以啊 那我现在可以用什么 name space 就代表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名字空间呢 对不对 它下边的 名字空间 name space 你也做好了 那单词啊 demo 那name space 在成语里边使用 是不是就代表这个 对吧 就不用写在全程了 如果那名称 字幕串很长的话 是不麻烦呢 嗯 来 我们看一下 小心一下 是不是还是一样一样 嗯 所以这个name space 这个操作符 代表什么 可以用来绑当天名字空间 子民元素 等价于self操作符 你看这边举例的 嗯 都可以用name space 这个绑上什么长量的 或什么的 都可以 对不对 嗯 好 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两个知识点 一个就是咱们学了两个关键字 一个关键字 一个长量 一个name 使不关键字对不对 对吧 自己的一个长量 干上name space 这个用来组合前队名称是比较好的 对不对 还有就是名字空间的一些动态特征 也就是 不直接调用函数 而是就像变量函数 对不对 或者你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不同类名的情况 对吧 这样情况咱们是如何处理 这是需要注意的细节 当然了 你不一定在程度中能用到 对吧 肯定是有用到的时候 嗯 好 谢谢大家 那这节课咱们就 呃 这样到这里 那下节课咱们还继续讨论名字空间 嗯 一些细节东西咱们都需要跟大家说到 好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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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